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7日 今天是星期六 這一節又跟大家揭露這個 疑嬰 疑嬰黃絲的慘況 怎樣慘呢 原來移民英國 慘到要被人送去的就是盧皇達 盧皇達 真是失禮你了 據說南匯有報導 說有個移民英國的黃老師 即是做教師的一個黃人 就是被人 在網上大力圍攻 大大力說他 明明是移民英國 明明 別人跟你不同種族 你幻想 別人會當你一家人 你明明是黃皮膚 去到英國 只會被敵視 還夠膽 大放缺詞 說自己是英國人 甚至乎 大大力說這個 香港 原本是屬於英國 所以 他的言論引來一大群藍絲 就是圍攻 由於實在太好笑了 所以忍不住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在我們分享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有 不少的痛苦 其實我們也真的不知道 到底 我應不應該把真相說出來 因為 實在移民英國 實在太過痛苦了 我跟Tony有很多人移民了英國 不是說移民了我們很多人是走難 很多身在英國的人都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現在 有很多人走了去台灣 不知道是基於甚麼原因 眾多原因 男也有 黃也有 到了台灣 情況就真的相當之惡劣 惡劣的地方 不是當地的風土人情 不是當地的生活困苦 而是 種種權利是受到壓制 你要找一個地方 不打壓你的權利 其實也挺困難 所以對於這個南媒的報導 說這個黃絲最厲害就是禮橫折曲 也不知道應該 給他一些甚麼評論 我們姑且按照他的邏輯 一起去研究一下到底移民英國有多慘 好 我們繼續研究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大家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繼續按閃電鍵 再提提大家1月28日 本台網聚 以及本地組織成立的日子 希望大家 就是踴躍出席 我們現在計劃 除了集會之外 認真商討香港的事之外 亦都 希望大家踴躍參與 亦都打算 在當地搞一次小型的遊行 集會 原因很簡單 目標只是快閃而已 希望30分鐘內就完成了 希望我們那麼多人 大家都黃皮膚 也是香港人 在那裏出現 其實很震撼 因為我們是很肯定 在黑池當地 這個地方 你說很小也不是 也有10萬人口的 你說他很小 其實他也不算很小 跟大城市比 他是小 在這個地方 又同一時間 這麼多香港人出現 而你們那麼團結 在那裏集會和喊口號 我覺得 也會 在當地造成一些衝擊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也 期待不只是在黑池 可能我們將來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有不同的 聽眾支持者 不同的地方有香港人 我們去不同的地方 搞這些活動 告訴大家我們有多麼團結 這個是很重要 不過當然我們會首選大城市 這次在黑池的原因就是因為那裏是我們的主要基地 好 希望大家盡量報名出席 星期六的下午來的 我們預計會去到晚上 所以 希望大家就盡量考慮一下 會不會 就是 如果你住在萬城 就不一定要過夜 如果你住得遠 就可以考慮是留一晚 星期日才離開 這樣就會舒服一點 如果住附近的朋友就不用擔心了 例如Warrington 萬城 Preston 全部都是 一個小時左右就已經可以去到了 真的要回來 說英國 英國真的很苦 只是我們說網聚 大家也知道 那麼痛苦 叫極都叫不到人來的 很可能 離得遠 我們 就是 太多聽眾 太熱心 才可以叫到 百幾二百人而已 如果不是 全世界都叫不到 我們也明白 你忽然叫我去幾百公里之外 是一件困難的事 但是我也不是天天叫你去 所以 你可以當成是一個 長途的 即是一次的 long trip 其實可以當成 接下來我們也需要這樣做的 因為我們的香港人就是在不同的角落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的活動 盡量會選擇 一些放假的日子 可以是過夜 比較適合 就是要長距離移動的人 當然我們的教學 活動也會有網上的部分 但是 實體的活動始終是有需要 作為組織 作為訓練 作為聚會 始終是需要有實體的 我們盡量遷就大家的時間 好 說回黃絲 他們說黃絲最喜歡禮橫折礦 一個網名 叫做香港老師也移民 的移民英國黃絲 那個絲是老師的絲 因為這個人 應該 移民英國之前就是在香港是教師 說他 日前大發謬論 說自己本來 在1997年之前 香港就是英國的一部分 雲雲和 他原post說什麼呢 他原post說 雖然自己是一個新移民 他在說移民英國 但是可以得到英國人朋友的接納 以及包容 我覺得很溫暖和快樂 本來1997年前 香港 就是英國的一部分 其實我跟英國人 才是一家人 而我的敵人只有一個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post 分享他就是 移民之後的感受 當然 其實我也是很不喜歡移民這個字眼 因為 我覺得我們很多人離開 不是移民 是被迫離開 尤其是我們這些被追緝的人 那麼我們做了什麼被追緝呢 說話也不讓你說 據說有大量的藍絲網民看到這個post就相當不滿 就去爺語他 你說你是英國人來的嘛 怎麼會有新移民的說法呢 又說其實他才是自己的敵人 一輩子都是黃皮膚 去到別人的國家 被人歧視 這樣怎麼會做到一家人呢 自我安慰 也有人留言說 不明白你為甚麼認為自己 還未 既然是一家人 為甚麼還未讓你入籍呢 這樣也不夠 還有人留言說 你別以為自己很安全 待會英國送你去盧旺達 好了 對於上述的指控 不知道大家有甚麼看法呢 我們先說第一個 他說你既然是英國人 怎麼會有新移民的說法 他這個說法 也真的挺奇怪的 原來他覺得 是英籍的人 不能夠移民 有時你攻擊黃絲 其實真的沒有問題 但是可不可以給一些 基礎的資料訊息 做一點點研究呢 你知不知道英國這個國家 是有海外屬地的嗎 我想問 如果我跨過整個太平洋的大西洋 本來我住海外屬地 我現在搬回去英國本土 那你是不是跟我說 因為我是英國人 我橫跨了半個地球 也不叫移民呢 如果這樣也不算移民的話 那麼什麼時候才算移民呢 按照你這個說法 我住在黑龍江 我搬到海南島也不是叫移民的 這個也挺厲害的 我們就沒有聽過 搬到那麼大距離也不叫移民這個說法 這個 就是 藍絲才能想到 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藍絲會覺得 既然是英國人就不叫移民呢 因為他們 始至終都覺得 搞移民 就是要改變你的國籍 各位 香港其實一直也有很多這樣的人 很多藍絲 他們搞移民 絕對不是要搬去那裏住 他們是要 拿到某個特定地方的passport 這樣 就符合他們心目中移民的內容 實際上他們的移民 完全不包含 將整個人搬去 某個地方居住 這是他們一直以來的想法 所以就不存在移民了 既然你從來都是英國人 但是你看回相關的資料 BNO Visa BNO Visa的政策 有限制你原本不能夠居住英國 但是如果你現在居住英國 你就是有機會 做入籍 成為英國的公民嘛 那麼 又怎麽會違反了 移民的說法呢 另外的邏輯更厲害了 覺得你是黃皮膚 就是去到別人的國家 保證被人歧視 我正好 本來我不想罵台灣的 我正想告訴你 黃皮膚又怎麽樣 你跟他黃到整個臉都一模一樣 你跟台灣人 差不多 其實台灣很多是福建人 按照這個說法 其實也沒有人移民去台灣的 因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為什麼你要罵那些 移民台灣的人呢 他只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中國境內移動而已 何來有移民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想告訴你 大家都黃皮膚了 你以為去到台灣沒有歧視嗎 台灣現在才嚴重了 最後一個point 也算是最離譜的 不知為何移民英國會被送到盧旺達 首先第一 他們覺得盧旺達很失敵他們 由始至終 藍絲 都是充滿着 非洲似一等 的強大想法 非洲 不必一定是讓你落後的 看看哪個國家而已 盧旺達的確是差一點 不過盧旺達這個 說法 是甚麼時候開始流傳出來的呢 就是英國 說要收緊這個難民措施 假如 就是 難民有機會會被人 擺在盧旺達 所以又出現了 嚴重的邏輯錯誤 你自己 就大大力說移民英國的人 但是你又將 從非洲 去英國申請做政治難民的人 跟移民的人混淆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是否應該澄清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不澄清好一點 其實我覺得應該告訴他們 我們真的會去盧旺達 因為我也不想他們偷偷地 自己在網上一直罵 另一邊 就是靜悄悄自己申請 BNO Visa 所以沒有辦法 我們也不打算澄清 根據難民政策 理論上你真的有機會 去盧旺達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來到我們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我們將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